心里洁净 我自己常常喜欢把我们的心 当作是一面镜子 你们知道神秀他曾经有四句话 就是身是菩提树 心路明镜台 常常 事实情不适 免得 默时惹成哀 你看这中文研究所的学生 比较清楚一点 我对不起来 喜欢这四句话又底层有意思 身是菩提树呢 心就如同明镜台 要实时情不适 免得惹成哀 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 不能够体验到天主的爱 或者觉得天主离我们很远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天主真的离我们很远 常有教友告诉我说 神父 我觉得天主离我好远 越来越远 实际上天主才不会离开人 只有人离开天主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觉得天主离 有时候觉得天主远 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能有痛苦的时候 我们想到 啊 天主离我好近 因为到那个时候 需要拉到天主的一脚 拉到天主的脚 但是如果在生活当中 觉得很愉快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会想到的天主 也许常天主是远在天边 那么特别是有时候 有困难痛苦的时候 因为你的信心不够 也因此呢 你觉得好像天主离你非常远 我在差不多三个礼拜前 或者四个礼拜前 到圣经总院去看 以前终身科学研究院的 第一所所长 钱 钱基鹏先生 因为他最近开的刀 他第一次的开刀 是在他内线的地方 鼻子这个上面的开刀 他是癌症 但是感谢天主呢 靠着他们祈祷信心 医生把它挖得很干净 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 他得到的是脑瘤 你看脑瘤要开刀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如果开刀成功很好 开不成功的话 可能就是一辈子三块 好的 这家开刀的时候 是住了大概三十天 马上要动手术 所以在动手术前天晚上 我去看他 去安慰他 又跟他很熟 也听他的告解 同时呢 也带着他一起祈祷 那么他们就告诉我 他说 我们这一次住院的以后啊 我们夫妻两个人 西里都非常不平安 就是三十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所以他们请了一位神父 王神父去给他们布守 去给他们祈祷 那么王神父去给他们祈祷的时候 在神事中 这个全所长得看到了 耶稣从圣体跪出来 穿着白色的袍子 那么一段时间出来的时候 他看了以后很高兴 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 所以神父继续在跟他祈祷的时候 他说这次看得更奇妙 他说耶稣还得穿着长袍 白色的袍子出来 从圣体跪出来 找到了根群 耶稣把整个的圣经挖给他看 当然我们听到觉得很可怕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象征意 你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 有一个很出名的圣礼 叫做圣礼马加利达 他是法国的一位网见会的兄弟 有一天他在教堂里面祈祷的时候 突然间耶稣显示给他看 耶稣真的让他看到整个的心 血肉的心 上面有荆棘有刺棺 敬谁心滴的血 你们知道耶稣被钉在释迦上的时候 钉士们用长钉 三根大的长钉 穿透他的手足 也因此有四个伤 那么最后有一个钉士 怕耶稣还没有死 实际上早已经死去了 还跟长毛就刺到他的肋旁 整个的圣经共开了 血和血流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五个伤 所以我们叫做耶稣五伤 那么耶稣就是让他看到他的圣经 耶稣告诉他说 他说你看 我这么爱是人 以至于把我整个的生命 都为他们牺牲掉 甚至我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 我们中间常讲说 我爱你到死 你如果不相信我爱你到 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 我想谁敢挖 一挖就死掉了 但是耶稣真的 他死了以后 真的整个的心冻开 他说你看我这么爱是人 但是呢 是人还是继续不断的 判斥来刺伤我的心 所以耶稣他的圣经 低血 他的圣经上面有一圈 就是经济 就是当日 他们把他当作君王 去耻笑他的时候 用经济编的一个刺冠 打了他 所以从来之后呢 在我们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 那就是特别恭敬耶稣的圣心 为我们中国来讲 是最容易了解 因为心就是爱情之所在 所以这位前所长 他看到了耶稣 真的把整个的心 好像拿出来给他看 意思就是说 你要相信我对你的爱 好的 他说从那天晚上以后 他们夫妻心里非常平静 等到要开刀的前期 护士们觉得非常惊讶 他说中这么大的手术 这么危险的手术 没有决定的跑 为什么你们夫妻 真是心如止水 那样子一点都不乱 原来就是信仰 那么好了 开了刀之后 开完刀之后 医生就告诉他们家里的人 告诉他太太 他说我告诉你啊 你的先生大概从此之后 右垂大概不能行动 因为他挖的时候 拿细胞啊 把一根神经就拿掉 那这神经最好是管的 这个右垂的 那刚开始甚至不能动 他的媳妇就告诉他 他说妈妈 爸爸可能有问题 可是他妈妈反而来 讲他婆婆 他说你们是小信在这里 我不相信 他就是靠着信的心 每天还去附件 言语的附件 还有这种腿的附件 手的附件 他现在都可以动了 我上去看他的时候 相当的不错 那最近有人去看他 他说现在他谈笑置如 我觉得这个就是信心 因为主治大夫 动刀的那个大夫 都讲的那么清楚 将来右垂不能动 暂时起来了 所以心呢 就是爱情之所在 那么 所以我觉得 我们如果 有信心的话 我们真的能够常常 遣到天主的在 那么有时候 我们感觉到 天主不在 不是他离我们很远 或者他不在 而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 所以那时候 你必须要祈求天主 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 就是当一个人 感觉到天主离他很远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可以确定的说 天主离他可能是最近 因为那时候天主知道 这个人可能是信心很薄弱的 也因此更需要 全主 其中能做父母的 或者是好朋友 当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儿女 遭遇到困难 最危险的时候 你总不能够弃之不够了 一定是在周遭 扶持着你 也因此呢 如果说一个人觉得 天主离你很远的话 那是你信心不够 所以必须要 祈求天主尝试你这个信德 再增强你的信心 所以心呢 就是一个人 都没有说感知到 天主不在的时候 离你很远 是因为信心丢到了 或者还有一点 就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 离开天主太远 什么叫离开天主太远 那就是你生活在罪恶当中 特别是大罪当中 也因此那个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的心 插得干干净净 一直就是说 接着告罪 我们跟天主重新和好 那这样到你就会 恢复到这种信心 但是在圣经上 讲心理洁净 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有绝对 纯正动机的人 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行为的价值 是在我们的动机如何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有大众学生曾经问我 他说神父 有很多的名人 或者是歌星影星 他们捐了很多的钱 做慈善事业 但是呢 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 接受访问 就是在做一个表扬 宣扬一番 所以他们觉得说 在圣经里面的教训 也是我们中国的教训 就是说为善不予人知 可是他们是自我去宣扬去 当然一个人的动机如何 我们不能够判断 我们不是天主 因为天主不允许 我们去判断别人 他说你不要判断别人 也得你被判断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假设 如果这些做好事情的人 他们去接受这些外面的善举 宣扬很多的钱给社会 做慈善事业 但是为了是自我表扬 去宣扬自己自我宣传的话 那么他们这种动机 就大有问题了 也就是说他们 不时按照福音的精神讲 他们可能是借着这个 来做一个自我的宣传 因为有时候你到电视 去打广告的话 那很贵啊 买食杖很贵 但是你都用这个方法 一键双标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行为的价值 往往是在我们的动机如何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在圣经上有一件事情 这就是在马古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一到四节 我们知道耶稣很会 极为教育 有一天在圣经里边 好多人在奉献箱 丢了很多的钱进去 所以耶稣看到有一个寡妇 他丢了两个小小的铜板进去 耶稣就抓了几乎很旁边的人 他说你们说说看 今天所奉献的 这些人当中 谁奉献最多 当然他们说 那个人多少 那个人多少 但是耶稣说你们都讲错了 今天奉献最多的是这个寡妇 因为别人所奉献的 是他们生活中的圣女 比如说你有几百万的财产的话 你丢一万几千块钱 算得到什么 九牛一毛而已 反正这个寡妇 算量丢了两个铜板 跟别人在数量上不能够比 但是因为他穷 丈夫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给他 所以这两个铜板 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 那么这里正好应验了 就业天主所说的一句话 就业你们的一句话 就是说人看外面表面 但是天主是看人的心 在这里我听到一个 更感人的故事 可能也跟你们提到过了 就是周廉华牧师 曾经到我们神学院来演讲 他说有一个犹太老人家 第二天根据他们的习惯 传统 就是每个人要到圣殿去 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 奉献礼物给天主 他们从家里知生良的东西 一点点的面粉和油 他说好明天就拿这凉去 结果这天孙女肚子饿了 他就做饼给他吃了 第二天他照样排队上去 前面的人奉献了 很多贵重的东西给天主 那轮到他 师弟就问他说 老人家 他刚刚的羊手空空着来 他说今天你带什么给天主呢 他说我不要带东西来 那么师弟就问 他说怎么回事啊 他就把昨天在家中所发生的事情 一无一事告诉了师弟 那么师弟还是追问下去 那么今天人家都送东西 你带着要献给天主什么 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 他说是的 师弟啊 今天我带来给天主的礼物 是我一刻忏悔的心 师弟听了非常的感动 他当众就表扬他 赞美他说 他说今天所有奉献人当中的 这个老人家所奉献的是 最众业天主 为什么 因为别人所奉献的 那是身外之物 基督徒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在西大 附近有一个小岛上面 教堂林立 很多国外可去 但是那些教堂呢 是海盗抢来的钱去盖的 那么又有什么用的 这是不一支才盖的 你行善不能够来 掩饰你的罪恶 基督徒我们在福音 听到的耶稣 骂那些法利塞人 他说 获得你们这些虚伪的法利塞人 你们一长时间的祈祷 来掩饰你们侵占寡妇的财产的罪 祈祷很长的时间 祈祷太好了 谁做得到 但是呢 他在圣母当中没有按照真理 没有按照天主见面去做 他犯罪了 所以动机实在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寡妇 虽然跟别人不能比 但是呢 天主看他的心 养毛钱 是代表他整个的爱在里面 所以这点 就是最好的说明了 那现在我们看看耶稣的反面 在乱分第四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 就是耶稣有一天 日正当中又鸡又渴的 在犹太跟撒玛利亚 交这口的雅各伯井当中休息 在旁边休息 宗徒们买食物去了 等到他们买回来的时候 他们看到耶稣说 老师你吃吧 宗餐买回来的 耶稣怎么说的 他说 你们有你们吃的食物 我有我的食物 我的食物就是成形 在天大火的旨意 我们如果不吃 就没有把火 又食以为生 那么耶稣把他的 天父的旨意 当做他的食物 表示说 我如果不按照天父的旨意 去生活的话 那么我就是又饿死 你看耶稣是常常按照 天父的旨意做 那么耶稣是否有 决于对纯正的动机 所以从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出来 什么叫做决于对纯正的动机 就是我常常 以天主的旨意 天主的界面 做我行为的规范 这标准 这个就是动机纯正 在《诺文》第五章三十节 耶稣讲过 因为我不寻取我的旨意 而只寻取那太前 我来者的旨意 太前他来的就是天主圣父 以天父的旨意为一规 在《马多尔》第五章三十九节 耶稣说 我父若是可能 就让罪非离开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我们讲到耶稣受恋的时候 我们要讲 耶稣他曾经讲过 我巴不得接受 我日夜期待渴望的一个祈礼 那就在释迦上的死亡 学习 但是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耶稣三次 他跪在三元祈祷的一派大石头 我曾经到那里去朝圣过 他三次对天父说 不啊 如果可能的话 把这个苦诀把我拿走了 因为耶稣在人性方面 也是怕死的 因为在旧位中 对耶稣日后要遭受的 这些种种残酷的在意 他早就听了处处 所以到时候他要拿脆糖骨了 这是在人性方面他要求的 但是下面他怎么说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识 赞到你的生命完成 早那么痛苦 甚至于他怕是要逃避的时候 耶稣最爱说 但是按照你的旨意 不要按照我的旨意 也因此我们知道 在耶稣教会我们的唯一的一个经文 就是天主经 基督教叫做主的导文 里面有这么几句话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选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 在人间都同在天上 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生活去 什么叫做义人 就是按照天父旨意生活的人 叫做义人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一个 真正的虚拟决定的人 现在我们看第七 地道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民 什么叫做地道和平的人呢 指的就是 反而促进人跟人之间和谐的关系的人 不只是指消极的 出击别人的难处而已 而是更积极的希望别人 能够万事顺遂 享有一切美好的事物 那么这里你们可以看出来 基督徒所说的和平平安 那不是表面的 那不是表面的 有时候是一种假象 所以我们愿意 在人跟人之间地道和平 就是做一个桥梁的工作 今天我们的社会 甚至在我们教育当中 有的人也是彼此在背后去批评某人 好像就是在制造分担 好像唯恐天下不赖 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更多了 但是基督徒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我们应当要做租桥 做桥梁 什么叫做桥梁呢 就是如果那里有仇恨的话 我应当去帮助他们 有一首很美的 是武商方济格他所写的一首 我现在不记得怎么念 就在有震恨的地方 我们这个歌里面有吧 我要把爱情拨在这世界 在有震恨的地方 我要把光明拨在黑暗的地方 我要把希望带个有水上的地方 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地道和平的人 那么讲到这个 我也告诉诸位 就是所谓的造桥 朱桥 我们常常要求的是 好 你过来 你坐桥 我站在这里等 你住桥嘛 你过来 我觉得不对的 住桥是双方的事情 不能光单方去要求那边 你如果光是要求单方的话 那很慢 那边不一定肯 因为人际光系是双方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同时住桥的话 那就快多了 比如说这个人站在这边 你看他光是喊这个 你叫桥 你叫桥 他这里根本不懂 或者是他喊他 叫他造桥就不懂 没有用的 也就是你开始造桥 那他也开始造的话 不是鼻子很快就快通了 在人际关系 婚姻的关系当中 友谊也是一样的 不论光是要求对方改变 我们自己也能改变 而且我们当常常要先走第一步出去 这个是很重要 基督徒耶稣到世界上来也是这样的 如果耶稣讲说 哎呀天国多么美好 你们来吧来吧 但是他不许降下来 把我们提升上去 我们找不到这条路 耶稣讲 我是道路生理生命 谁不经过不能到那里去 那么这个道路不下来的话 我们找不到在何处 所以耶稣他先下来 然后你看把我们提升上去 这个多么的美 那另外就是基督徒所说的那种和平 低道和平的 不根是解决别人的困难而已 而且是积极的希望他能够用你一切美好 这里就讲到了 人跟人之间那种爱的不同的层次 你说好 我爱你帮助你决定困难 不 我应当要希望他能够得到的 世界上之后一切美好的东西 那这个层次是相当的高了 那么在这里我就想到了 我们今天教会 希望我们能够去传播福音 所以我常常告诉教育说 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亲人或者朋友 我们能够给他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享受一些物质的东西 但是如果没有把世界最好的东西 给他的话 那么你的爱还没有达到圆满 那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身外之物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个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这个就是天主 我记得修理曾经告诉我 他说他到内湖去 有一个老先生受洗了 后来生病去世了 他这个修理很会传教了 他去找那个老太太 老太太不是教育 他说 某某太太啊 你现在零起之前受了洗 现在在天国享受 永远的喜乐 得到永生了 你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啊 他说我当然是要跟他在一起啊 他说那你要不要零起啊 他当然要啊 为了跟老公在一起 他就受洗了 后来很平安 做一个很好的教育 这个是修理会讲话 修理会传教 其实上不是说他不受洗 将来一定是 先定在天国 他在地医 谁敢讲这句话 就是从永远起 你会按照信仰的要求做的话 你也不能讲 你应当在天国当中 是不是 这个不是绝对的东西 当然最完美就是受了洗 但是对一个明死相扶的生活的话 当然你一定有保护在天国当中 所以我觉得 第七个真谱也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应当要努力 要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给我们所爱的人 不管是亲人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也好 这个爱才是最美好的 第三点 基督徒的和平 不是鸵鸟精神 在这里文运多讲一点 我们刚开始就提到过 基督徒所谓的和平 不是一种假象 也不是一种表面的东西 什么叫做鸵鸟精神呢 就是话说鸵鸟 我们都看过鸵鸟 那么鸵鸟等到危险一来到的时候 它就把那个长长的肘就 扎在沙堆里面 那么这样子 它没有看到危险的话 就表示危险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鸵鸟精神 但是后来我读了一篇文章 生物学要告诉我们 动物学要告诉我们 它说鸵鸟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真正危险来到说 鸵鸟会用脚碳的长腿去击你的 表示说鸵鸟是我们懂错 如果今天当我们讲鸵鸟的话 就是表示说一个人 他不面对问题 逃避 那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多讲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不能够真正面对困难 去解决的话 他逃避的话 那么将来可能困难是更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 或者人际关系中的困难 一个是连得一个来的 是有那种叫做连锁反应的 你如果基本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那么后来慢慢的 第二个困难来 第三个困难到最后会崩溃掉 我记得在第二届 我们信仰讲座的时候 有一位女学生跑来找我 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怎么告诉我 他说理神父 他说我常常找不到一个 很理想的工作 我现在在这里工作 没有几个月 觉得不理想 环境不好 工作不好 所以他就换一个 这个小姐大概能力很强 在人不已适的社会当中 他能够随时找到工作 太容易了 但是他不要换了多少个 他说还是不满意 那么问题在哪里 很清楚了 问题不是在外面 问题是在里面 如果你问题 你不解决的话 你换外面的环境 工作地方 又有什么用 因为你的问题还在去 所以我常说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逃避人 能够逃避自己的先生 太太 儿女 或者是同事 或者朋友 能够逃避一个地方 但是有两个东西 你不能够逃避的 什么东西 一个是天主 是吧 天主无所不在 出所都在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所以应该要解决的是 你自己的问题 要先解决 不是外面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 哎呀工作不好 别人对我不好 不是 就是我们有时候 常常会听到别人 讲说 哎他们不像我开放 不接纳我 实际上可能问题 在你身上 你有没有开放自己的 先接纳别人 让别人进去 有时候在团体当中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人 常常抱怨 别人不接受 我不了解我 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开放你自己 因为我常说 我们有一把心锁 只有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不在别人的手中 也不在天主手中 在你自己的手中 你如果不打开的话 没有人能够进去 不得其门而入 那你还怪谁呢 有没有这样的 有 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还是怪罪别人 因为这个心 我们叫做至圣锁 最神圣的地方 所以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一定不是一种 消极的逃避 而相当积极的面对问题 一路为你积极的面对问题 去解决的话 那么好 问题解决了以后 其他问题自然就没有 就如同圣经一样的 有的教友告诉我 有一个教友告诉我 他说他现在不敢到医院去 现在还知道有病 为什么不敢到医院去呢 有病 他要看台湖 要吃药 打针对不对 他说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知道我这一趟 一进去的话 出不来 一定都是病了 原因是他就不愿意进去 他只要都要叫他太太去拿着 不愿意让医生去检查 因为检查问题多多 那么这是一种 鸵鸟的精神 基督通过在 菲律宾马迪达 练哲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开始心理学 慢慢的很发达了 因为我们进修道院 说那时候心理学 还会发达 将近三十年前 那么后来心理学 开始发达了以后呢 就我们的 耶稣会的档上 要求我们 在那边读 哲学的 中国修士 要做心理测验 治理测验 好了 我很傻嘛 我说这个东西啊 做吧 做就做 我真的很用心的做 结果根本没有看到 我做的结果什么 我也不晓得 我的哀求到底多高 那么现在是 越老越不敢做 不能接受自己 可能哀求太低了 可是那一次做了 我真的很用心做 结果想不到 不能看到结果 因为什么 很多的修士乱写 为什么他们乱写 因为他们基本 有个态度 说你看 我们已经修道了多少年了 已经把我们收进来 现在才来做这个 却好像不相信我们 现在这种态度 心态是很错的 我当时为什么 傻傻的做 不是傻 我觉得是聪明 因为我觉得 做系列测验嘛 你做的话 用心做 如果做出来 你是健康的话 我有一个肯定 放心 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 越早发现 越早治疗 所以你如果不去 面对的话 那个就是一种 鸵鸟精神 将来可能是 异化而不可熟视 所以我为什么 要在这里特别讲 就像刚才我说的 因为基督徒 面对问题 应当是积极 而不是消极 消极不解的问题 接着下来 我们看看 耶稣的榜样 耶稣他曾经讲过 我来不是在平安 而是在刀剑来 到底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到事业上来 基督徒刚才我们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谁不经我不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就是 天人之间的和平的使者 因着他来了 天人的关系能够打通 我们能够记录到永生 跟天主永远面对面 生活在一起 享受永远的福乐 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讲 说过来 不是要再和平 而是要再刀剑 我觉得这是一种 价值冲突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 很普通的例子 在归宇里面 我们先让耶稣讲 说过来 为叫父母 对资女 对父母 要的彼此 好像威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其实上不是的 我所要讲的就是 耶稣最后 跟我们带来的 那一定是 人跟天主之间 天父之间 一个绝对的和谐相处 重归于好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所谓的价值的冲突 解录一个很好的 很具体的例子 那就是有不少的 不少的男孩子 男性的女性人 他们真的愿意 走奉献的道路 就是当神父兄弟 可是常常会遭遇到 很多家庭父母的反对 特别是妈妈反对 特别强烈 解录有一个修女告诉我 他说 普通如果一个女儿 要修道不成功的话 父母不允许的话 女儿是要表示抗议 是离家出走 是吧 但是这个修女 他说相反的 他说当他爸爸 听到他要修道的时候 爸爸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 不再一次 两次离家出走 找不到爸爸 因为我的姐姐 三姐是修女 在台中 他告诉我 他们有一个修女 是客家人 当然全家都不是教员 除了他自己是教业外 那么他非常愿意当修女 也因此呢 当他刚 休息没有多久 有一天告诉爸爸 是在楼上 他说爸爸 我想当修女去 爸爸不但 不鼓掌 不鼓励他 爸爸就从楼梯上 把他吹下去 就滚下去了 爸爸告诉他说 他说我警告你 你如果去修道 当修女的话 我就跟你断绝 护理关系 那么这位客家小姐 大概是客家人 可能意志比较坚强 他就拿着包包 他就走了 不管 当然我觉得这个 并不很迷想的 因为应当要好好地谈 不然之后 会引起社会上的一些反感 好的 这个女孩子就去的 那真的 爸爸根本不理他 断绝妇女关系 可是这个爸爸很奇妙 他就偷偷地观察 大概观察了两三年 他说张心里很好啊 因为我这女儿 现在活得非常愉快 非常有意义 很高兴 所以后来爸爸 自己跑去找女儿 还送东西给女儿吃 所以我讲这两个例子 主要就是说 我们真正要跟天主 和平相处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的价值的冲突 比如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真正要成为 十全十美的基督徒 完全按照天主的意思 借命生活的话 有很多的冲突了 比如说做生意的人 好 你外面的客户来的话 有的你必须要带他们到 那些事情场所去 比如说人家拿回扣 或者拿红包 你到底怎么样 面对是怎么样 曾经有一个大传女生 在好多年前 跟我听到的领袭 后来她就来找 她说神父 我做的好苦 因为我都同时排挤我 我说为什么要排挤你 她说他们都拿这个钱 但是呢 我自己不要拿 我不拿并不是说 他们不对 我不讲 但是我按照我的良心 我不拿 但是同事们说 你看你不拿的话 就表示说我们不对 实际上是两话只是 也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的价值的冲突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是牺牲 你的现实的价值 或者你牺牲你的信仰 我想很多人可能最后妥协了 他是牺牲 天主 因为天主看不见摸不着 天国是机物缥缈 太抽象了 这个是很容易看得到 很有安全感 同时有一点成就感 是不是 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 他不是说来带来一种刀剑 实在是告诉我们 真的要达到天人合一的话 必须有很多的价值冲突 所以如果你不解释的话 我们去读福音一定会真的 觉得耶稣是唯恐天下不在 那么他就不能成为 是一个地道和平的人了 所以耶稣讲 这是若网十四章第六节 我们在那里说过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谁不经过 我不能到不那里去 他是天人的桥梁 还有在若网二十章 十九到二三节 耶稣复活的当年晚上 显示给宗徒们 当时宗徒们 他们心里非常害怕 因为耶稣死了 好像他们跟随 耶稣的希望 整个成为泡影 所以他们关在 最后晚餐厅中 门锁得紧紧的不敢出来 因为他被抓血被禁止 耶稣第一次出面 显现给他的时候 耶稣他没有讲说假大北 吃饱了没有 耶稣没有的 耶稣说祝你们平安 为什么耶稣讲祝你们平安 因为耶稣了解 当时他的弟子 中途心中最缺乏的东西 最需要的东西 就是安全感 也因此耶稣说祝你平安 意思就是说 你们放心好了 我就是旧业所预言的那一位 你们现在不必害怕 因为我真的从死者中 按照我所预言的 已经复活起来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真的是地道和平的人 我们下一个天赫库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